凌晨的时候确实是有一辆电名车上面 就是几个人进来是来偷钢管的 然后包括他们的去向的视频上面很明确的 然后就查到了他们的落脚地 这几名嫌疑人已经多次盗窃该工地的钢管 五名嫌疑人中除了郝某 另外四人都未成年 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 是郝某的儿子 这些钢管的话 就是他们总共是就是卖费平板的人 2000多块钱 那个成年人就是带着小孩子去的话 去完之后会给那小孩子一些零用钱 这样子就作为一些报酬 郝某刚到渝瑶 以卖费品为生 看到工地里堆放着建筑钢管 晚上无人看管就动了歪心思 就想弄一点钱吗 孩子他来回这儿 他要跟你去一趟吗 他去了 因连续多次盗窃 涉案金额超过500元 郝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 因为他是多次 然后是结伙的 他肯定是会受到刑事处罚的 几个未成年人的话 他们因为还不到刑事责任年龄 所以的话对他们处于行政处罚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支持